民众开心大步走来到前湖风景区 眼前所见令人心旷神怡 所能够调剂身心也达到了运动目的 糖尿病是复杂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根据国内一项糖友万人大调查发现 合并有新肾病变的风险因子 糖尿病照顾成了重要课题 响应世界糖尿病的主题 在国际师子会300F区 及金融各分会的号召下 近千位师友和民众一起举办进走活动 现场还提供免费血糖检测及视网膜检查 糖尿病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了 糖尿病不痛不痒 初期不痛不痒 为什么我们也花那么多力气去防治它 最重要它有四大合并症 我们都知道它有四大合并症 眼睛的啦 肾脏的啦 足下肢的啦 还有神经病变 那特别是眼睛病变 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治的话 可能糖尿病你的血糖300 五年就失眠了 所以眼睛的防治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基隆11月通常都在下雨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在11月的这个月份 来主办这个糖尿病千人健走 主要原因是我们世界糖尿病日是11月40号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11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的周末 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起因于民国93年 那时候我们在倡导糖尿病房治 那所以我们就特别在这个时候 举办这个糖尿病千人健走 那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房治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最重要我们希望大家日行万步 每天走五公里 所以倡议这个糖尿病健走 成为健走的活动 这项活动从民国93年开始 今年迈入第18个年头 透过健走活动 让民众认识糖尿病管理新观念 提早发现也能够提早预防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导